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今天这个诺贝尔文学奖的名单公布出来了 今天这个公布出来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是由坦商尼亚的一位作家 叫做Abra Zak Gurner 现在我看他中文翻译成叫做阿卜多拉萨克古纳 获得了这项殊荣 今天我们就稍微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我并没有看过他的任何的作品 但是我相信大部分的华人大概都不太了解这位作家 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稍微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他的情况 为什么他是坦商尼亚的作家 但是在60年代以后他就生活在英国 而且他的作品都是用英文写作的 所以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 我们就一起跟大家稍微的来介绍一下 对 我们没有什么机会平常来聊聊文学 所以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大家可以能注意到 我们都会利用这个机会来讲一下 因为之前什么物理医学等等这些奖说实话我们也讲不到太清楚 因为太专业了 可是文学或者什么和平奖有的时候讲讲经济奖什么之类的 觉得还能够差点边 可是大家也注意到诺贝尔文学奖近年来他颁发的这些得奖人 陌生的人相对多一下 不过这个陌生必须得打一个眼号 因为陌生坦率的说咱们开玩笑说是你陌生 对不对 那人家不陌生在某一个领域里面或者在某一个地区 他可能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 也就是说用陌生二字似乎没有办法去来证明他没有资格 对不对 因为往往这个陌生的背后含有这个意思 就是说谁谁谁比你有名 谁谁谁的作品比你写的好 那么你没有资格 尽管我们知道文学这个东西呢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东西 你喜欢他的书我不喜欢他的书 你喜欢武侠小说我不喜欢武侠小说 这就是所谓的主观的层面 但是你能不能还要承认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在文学的鉴赏方面 它一定存在一个客观的层面 这个客观的层面就决定了红楼梦 比你家那个 比如说高中生写的有出色很多 承认嘛 对不对 至于为什么红楼梦比你咱不要说你们家的高中生差的太大了 为什么红楼梦比某一个大家都听说过的作家的作品好 那么这个大家有机会可以想一想也可以讨论 我们可以觉得这个方面可以思考的层面很多 但是你必须得承认它有某种客观的东西 那么今天我们提到的这个作家古娜 说实话因为在之前我也稍微的跟踪了一下网上的所谓赔率的问题 这个网上每一年在文学奖上都有赔率 在经济啊什么化学啊物理啊医学这方面没有这种赔率 可是偏偏知道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有很多还活着的作家呀 他们一直在这个名单上面 年年就赔练 大家都听说过的什么春树啊之类的 包括中国作家北岛啊 还90多岁的昆德拉雅等等这些人 年年说他们有可能得 年年都没有 所以网上一直有这个赔率 我之前呢也看了几个这个赔率 有的一个表上面多达五十几个作家 都没有这个古娜 对 这个雷达上面扫不到 我的雷达上也扫不到 古娜这个作家 别说他的作品我没看过 这名字我都没听说过 一开始你刚才念的名字念的很吃力 我也是你知道吗 这名字我们都不太会念 但是这并不排除给了我们一个宝贵的机会 让我们利用这机会扩大我们的知识面 让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呢 把我们对于文学奖的一些了解 对文学的一些粗浅的看法 也在这个节目当中分享给大家 对刚才那个中信说了一个叫陌生的名字 这个非常有意思 我觉得在诺贝尔文学奖当中啊 实际上这个陌生光刚好就是 他选了一些陌生的这个作品也好 这个作家也好呢 刚好就打开了人们的视野 如果他这个格尔纳古纳先生 如果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话 那在华人在今日话题当中也不会谈到他 他也在很多人的面前依然是很陌生 我觉得在全世界方面内 在默奘纳纳他都是陌生的 对 所以这个陌生跟大家都知道 熟知的一些作家的名字 作品的名字 他之间其实没有一个 就是不存在一个就是说 他是陌生 所以资格稍微差一点 不是这个意思啊 因为这些都是世界顶级的这个作品 他们表现的题材主题不一样 写作的手法也不一样 但是呢 现在看来就是说这个主题更重要 就是说如果一个主题 他刚好是反映的是一个比较大的 一个历史的不管是一个阶段也好 一个事件也好 反映的是一个重大的社会的议题也好 大家关心的一些事情也好 那他可能获得一个奖项的可能性 就稍微大一点 这个古纳你看他坦桑尼亚的这么一个作家 生活在欧洲生活在英国 那么他实际上呢 你可以想象得出来 他的这个作品啊 就是肯定会有一些 这方面的东西 果然他的十部作品当中 几乎全部反映的就是殖民主义 对这个就是还没有开发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 包括难民 他因为就是以难民的身份居住在英国嘛 所以他在这个难民在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大陆 因为他从非洲大陆到了欧洲大陆 在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语言 他到了这么一个陌生的地方 开始生存他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挑战 和各种各样的这个文化之间的冲击 他就在作品当中呢 有非常这个深刻的描述 而且呢 据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个评选委员会是说 他对他自己的这种命运叫做毫不妥协 而且富有同情心的给予那些难民和受到殖民主义的统治的那些生活在殖民主义国家里边的那些人 讲他们的故事 你看这么一个人 他小的时候呢 在印度洋上这么一个可能小小的一个地方 但是文化还挺多元的一个叫做桑吉巴这么一个岛 叫做Zanzibar或者Zanzibar 这个一个岛上长大 你听一听就这么一个岛国 大概就是在坦桑尼亚吧 现在属于坦桑尼亚 属于坦桑尼亚 就这么一个岛国 葡萄牙侵略过 做过殖民地 然后接下来是印度 阿拉伯 德国 英国 这么多国家把它当成殖民地 这一个岛有各种各样的奴隶交易 经受过各种各样的压迫 你可以想象他这里生活的人民 这简直我们叫做找不到北了已经 对不对 我这到底是什么人呢 一会儿葡萄牙人来了 让我们学葡萄牙语 印度人来了 咱们得讲印度话 阿拉伯语 然后德语 然后英语 全砸了 所以诺贝尔文学奖 在搬给古纳的时候也说 他18岁的时候 作为难民 因为他这个岛上发生了暴动 他作为难民进入到英国 21岁开始写作 他的英语 可以看出来 里面有阿拉伯语的成分 有斯瓦西里语的语感 这是他的母语 斯瓦西里语 有印度语的痕迹 最后就是能够看到德语的风格 因为你可以想象古纳这个人他能讲多少种语 对不对 在他脑子里都乱了套了 但是他最后呢 决定是用英语写作 所以他的作品呢 都是用英语完成的 后来呢 他在英国的University of Kent 叫肯特大学做教授 他现在73岁 已经退休了 所以他的获奖呢 让我们看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历程 和他的现状 诺贝尔文学奖1901年创立 一家一减 哎呦正好120年嘛 对不对 在过去的这些年中 117个获奖的人 当中有95个是欧洲或者北美的作家 这刷的一下这么一大块就拿掉了 这个当中只有16个女性 这么一百来年 那你说 117个得奖人 95个是欧洲的或者北美的 那其他的就应该是什么非洲的什么的 没有啊 你要再把南非的这些作家 就是白人作家 Gordimer还有那个Kozzi这些作家剪掉 你再把什么莫延啊 高刑剑啊 对不对 你再把泰戈尔啊 川端康城啊 大江建三郎这些作家 在东检西检 到现在为止 真正的来自非洲的黑人作家 就五个得奖 而坦桑尼亚从来没有过 他是第一个 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坦桑尼亚的来自那儿的非洲的黑人 获得诺尔贝尔文学奖的 那么反过来你又说 哎呦 那诺尔贝尔文学奖这个太叫做西方中心化了吧 对不对 光看觉得西方的文学对世界有影响 哎 这个还有问题呢 听说过托尔斯泰吗 对不对 听说过契合风吗 听说过高尔基吗 伟大的剧作家伊普生 斯特林堡 法国作家佐拉 普鲁斯特 卡夫卡 里尔克 布莱希特 克罗奇 汤马斯 哈代 包括什么亨利詹姆斯 马克图温 康拉德 詹姆斯 乔伊斯 这些伟大作家 D.H. Lawrence 这都是西方的伟大作家吧 他们都在1901年诺贝尔文学奖成立以后都活着呢 从来没得奖 这个这些呢 每一次诺贝尔文学奖颁布的时候 刚才我说的那一串名字 都会被提出来 就是说 这个呢 不是说诺贝尔文学奖 他们没有资格啊 或者说他们水平不高啊 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是的 他们是走过的一个西方中心的历程 他们是在向现代的一些多元的方向转变 但是呢 你必须得承认 他所忽略的那些这么伟大的作家的名字 和他过去的这一百多年以来 授予的那些得奖人 并且早已被人忘却的那些得奖人呢 也可以看出来 他并不是伟大的文学的标准 对吧 他就是一个委员会的一些人 他们读书 他们喜欢的 以及他们的一些政治理念 促成的这么一个奖 那稍等好 咱来看看古纳这个人 今日话题 欢迎进去收听 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 是今年的这个诺贝尔文学奖 颁布出来了 是给这个坦商尼亚的作家 叫做阿卜多拉萨克古纳 所以呢 今天跟大家稍微的聊一下 这位听上去很陌生的作家 和他的这个作品 大概是说的什么东西 刚才说过了 他是生在那个 现在叫做坦商尼亚的一个岛国 那么他在这个小岛上头生存 就是生活了18年 结果在那个60年代末的时候吧 在他所生存的这个地方呢 发生了一次暴力血腥的军人政变 把当地政府推翻了以后 他和其他的一些人呢 等于是就以难民的身份 就到了英国 当然还有很多人就留在坦商尼亚在继续生活 所以呢 他的作品当中啊 实际上有很多都是讲述的两方面的故事 一方面是像他一样的难民在 就是坦商尼亚的这个难民 在英国的生活 一方面呢 是留在坦商尼亚的那些人的生活 所以呢 他反映的是很多都是为那些没有发音 没有发声自己的故事从来没有办法被别人听到的一些人呢 他等于是拿起笔来讲他那些人的故事 所以呢 就他就说他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 然后这些人呢 经常在他 他们经常讨论或者是讲述一些自己的经历 一些自己的这个感受之类的 所以他就认为说这是他自己的责任 必须要把这些故事告诉世人 所以呢 他是以相当大的热情 同时又极富同情心 就是对那个东非的这个坦商尼亚的这个居民 极有同情心 然后讲述一个故事 同时又根据自己的这个亲生的经历啊 也讲一些移民 以难民的身份移民到英国所面临的一些种族歧视啊 面临的一些偏见啊等等啊 在生活当中 在工作当中 所面临的这些问题 因为他在作品当中很很巧妙的 就是就是揭示了一些一个人 加在两种文化当中的这种处境 很难堪 然后每一种文化都因为你和另外一个文化 有千丝万里的关系 而排斥你 或者是看不起你 是真的非常的有趣的一个探索的方向 也特别觉得呢 就是诺贝尔有这么一个奖项 叫做文学奖 每一年能够提醒我们 就是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东西叫文学 说这句话一点也不夸张 因为对于我们很多的普通人来说 文学早都已经不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了 是吧 对 很简单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你上一次看完一本小说 是什么时候 所以这里面还小说还要含 那个哈利波特在内 对不对 因为你必须得承认 就是为什么在你的大脑当中 有一个声音告诉你 比如说咱们就拿哈利波特来举例 就是这个作家永远不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 对吧 你又不是评管会的人 你这个印象哪来的 你为什么说哈利波特永远得不到 再说一个近一点 比如说金庸吧 很棒吧 他拥有很多的读者 但你觉得他会得诺贝尔文学奖吗 应该不会 为什么 对不对 你马上你回答你自己这个问题 你又不是评管会 就说明在你的脑子里 有某种标准 你可能甚至自己都说不清楚 这个标准是什么 但是你就知道 谁能得 谁不能得 而诺贝尔文学奖呢 给了我们一个机会 就是他 你说他多 就是阳春白雪 他也没有那么的阳春白雪 但是呢 他至少给我们一种机会 让我们认识一些人 当然最后的 最终的检验 就是你该颁你的奖 你该颁你的奖 我该不看还不看 是吧 最终的考验 还有一个市场的考验 就是读者 听说了这个人得奖了以后 会不会去看 但是你可以想象 就是接下来 从明天开始 在美国的书店里面 可能他的书 就摆在显要的地位了 对不对 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 也一定会有人买 当然很多人是从网上购书 那么至少这个目的达到了 就是很多人买 那么顺便呢 也在这说一下 就是古纳呢 他属于这样一类作家 就是他以第二语言写作 不与母语写作 这个呢 在世界文学当中 有灿烂的一批人 这一批人当中 有一些夺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比如说美国作家 Isaac Singer 这是犹太人 犹太裔作家辛格 他是用异地续语写作 但是后来他到了美国之后 又改用英语 但是他的很多的主要作品 都不是用英语写作的 比如他是这么一种人 包括像V.S.Nipa 什么这样的 特里尼达的这种作家 他都是用第二语言写作 但是有很多 没有得诺贝尔文学奖的 重要的作家 刚才提到的康拉德 以及美国的作家 纳伯科夫 什么这种人 他们都不是用英语 是用英语 非母语写作 他们都是用英语写作 所以有兴趣的话 给大家推荐一本书 这是中国作家哈金 在2008年写的一本书 叫做The Writer as Migrant 翻译成中文 叫在异乡写作 它本身就是这么一个例子 它是来自于哈尔滨的 它原名叫金雪飞 当然笔名叫哈尔滨 就是哈尔滨的金雪飞 哈金他在20年前 以一本小说叫Waiting 用英文创作的等待 获得了美国全国图书奖 所以他后来呢 写了薄薄的一本小书 就是刚才说的 在异乡写作 但是这本书啊 特别值得反复的阅读 如果你对这个东西感兴趣的话 因为它是一本非常浓缩的书 在这本书里 它就比较了一些用外语 就是用英语写作的 这些作家 包括连语堂 包括刚才说的康拉德 以及纳巴库夫啊 这个V.S.Nipal等等这些人 当然还有米兰·肯德拉 就是捷克作家 昆德拉等等 当然后来昆德拉就是后来的作品 就用法语写作啊等等 它不是用英语啊 所以就是说这个书呢 告诉我们一个东西 就是当时我读说 我觉得它有些话简直就是浓缩到 就是可以要不要背诵下来 它就是说一个真正的创作者啊 它的护照不是它的国籍 而是它的艺术 不能老亮自己的国籍 靠介绍自己的国家出名 它这话说特棒 它说一个作家 在外国的作家啊 它是一个创造者 它不是经纪人 也就是说它不是介绍自己的国家 而是它要用它的艺术 它创造出新的作品来 不是给世界带来新闻 你看我告诉你一件 你不知道的事情 而是它要通过它的作品 唤起读者的同情心 最终的目的是要让读者知道 要让它联想到自己的生存状态 以及对全人类的产生的一种人文的关注 而且它说伟大的作品 从来不是来自于一个群体 就是我介绍一个你所不知道的群体 然后呢 它就是说 也是在它这个小说当中 就是说最后 你这个作品成功了以后 会被你的国家的国民所拥抱 你像刚才说的昆德拉 他因为在冷战的时候跑出来 他的作品在他的国家不能发表 结果后来被开除国籍 但是最后是怎么样 最后等他成名了以后 由后来的 当然我们也知道冷战结束以后了 共产主义制度在这个国家被推翻了以后 他的总统亲自把那个国籍还给他 而且他的作品全部的在自己的祖国捷克都已经出版了 对 所以呢 这些都是一些例子 但是在这个古纳这个身上呢 他主要自己也说了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说他在整个的职业生涯当中呢 一直致力于解决一些 他亲身经历或者是看到过的东西 比如说一些流离失所的一些难民的问题 然后一些归属感的问题 也就是说一个移民从一个国家到了另外一个国家 不管你是移民也好 不管你是难民也好 你有一个归属感的问题 所以你怎么什么时候 如何你就把你自己生活的这个社区也好 这个城市也好 变成你自己的一部分 所以呢在这里头呢 实际上当然了 现在咱们说的是难民 包括什么阿富汗的难民 包括中东来的很多的各种各样的难民 在欧洲都有这样同样的这种亲身感受的东西 身同感受的这些东西 其实华人也有啊 我们也是从这个不同的地方 不管是中国大陆 台湾 香港 什么新加坡 来到美国生存 我们碰到的也有这种两种不同文化当中 不同语言 然后我们的肤色也不一样 碰到的各种各样的歧视还少吗 就是你说的这个叫认同感 就这个三个字 因为再想一下我们华人的后代 他到底怎么个认同法 你知道吗 就全乱了上了 而且你别说是华人的后代 现在咱们在有的时候讨论问题 或者是聊天的时候也说 我们在美国 人家不把我们当成是自己人 可是我们回到中国去以后 因为你拿着一个美国护照 所以那边可能也不把你当成自己人 你就等于变成一个 恨不得是一个没有国籍的人了 是所以这个使得让我们利用这个机会 通过古纳的获奖其实产生一些思考 就是当我们离开了自己的背景 离开了自己的文化和传承以后 还怎么能够在异国他乡找到自我 在找到自我的同时 又怎么能够找到创造性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的艺术家 我们的后代的艺术家 能够除了介绍我们的文化之外 再杀出一条血路来 是吗 那进入到他的好莱坞也好 进入到他的交响乐里面也好 进入他的流行音乐里面也好 或者进入到他的文学里面 就是觉得我们的文学家 除了介绍以外 我们还有非凡的创造力 咱们曾经有一个书叫《红楼梦》